我们都知道,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,女人她们心情不好的时候,就会第一时间发泄出来。 可对于男人来说,他们一旦结完婚之后,就是家里的顶梁柱,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,他们都愿意一个人扛下来,从来不会把心中的苦向别人去倾诉。 像这样的男人,只能够说明,他们的一生非常的辛苦,所以只有以下这几种女人,才能够瞬间打开男人的内心,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 一,愿意聆听男人的内心,我们都知道,很多女人一旦在结完婚之后,和之前相比,她们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不管男人怎么做,都得不到她的喜欢。 而且很多男人,她们总是在婚姻当中非常的辛苦,只有苦劳,却没有功劳。 如果因为自己的不小心,疏忽了女人的感受,那么还会遭到女人的一顿痛骂,所以男人她们真的是活得太累了。 而且,很多男人她们心中,都已经埋藏了很多的苦,却不知道如何向别人去倾诉。 而这种愿意聆听男人内心的好女人,就能够瞬间打开男人的心。 同时,男人也会把自己心中想要说的话,全部都给说出来。 所以在此小编想劝告那些结过婚的女人,千万不要只顾自己,却从来不考虑男人的感受。 二,称自己是男人的女闺蜜。 我们都知道,现如今,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也好,在她们的身边,有很多的异性朋友,都被她们俗称为男言之己,或者是红言之己。 每当男人心自宁不好,或者是和自己的女人发生争吵之后,她们就会第一时间找异性朋友倾诉。 同时,在异性朋友那里,她们还能够得到安慰。 所以像这种称之为男人的女闺蜜,就能够瞬间打开男人的内心。 同时,还会让男人在一段恋情当中懂得收手。 三,爱笑。 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。 在现如今生活当中,有些女人即使她们遇到再大的困难,她们都会以笑而过。 因为在她们的心目当中,觉得天大的事情,只要自己保持镇定的态度,就能够想到一些方法去解决。 所以,像这种爱笑的女人,最能够打开男人的内心。 同时,还会让男人觉得今生能够交到这么好的朋友,是自己上辈子所修来的福分。 所以,她很珍惜和这种女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 在此,小编也想劝告那些结过婚的女人在婚后,要想和自己相爱的人共度一生, 那么就一定要让自己变成男人心目当中的女神。 这样,就会让男人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。 四,有自己的组建。 我们都知道,很多女人一旦在结完婚之后,她们就失去了理智,总是在婚姻当中得不到满足。 每当男人整天忙于事业,疏忽了他们感受的时候,女人就会挑男人的理,并且还会骂男人,你真不是个东西。 可是像这样的女人,她却不懂得知足。 毕竟男人在婚姻当中,要一个人撑起这个家,这样才能够给女人一个富裕的家庭。 而像那些有主见的女人,就能够和男人相处得特别融洽。 同时,在爱情当中,男人都会非常地爱护她,还会把她视为手心里的宝贝,捧在手里怕摔着,含在嘴里怕话了。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,男人都会牵着她的手,一直走下去。 因为男人觉得,在猫猫人海中,能够遇到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女人,真的很不容易。 所以她很珍惜这一份来自不易的感情。